今天老师教大家画一个我们的花头的画法 如何画好一个花头 首先啊 咱们呀 在笔里边加点玫瑰红啊 玫瑰红 然后呢 加点 鼠红 加点胭脂啊 加点胭脂 首先你看 我们画花瓣一啊 就是这个花瓣 你看 首先中间带一个花瓣 然后旁边加一个花瓣 旁边加一个花瓣啊 加出来一个花瓣 接下来呢 咱们画花瓣二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你看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画个花瓣三啊 就是这个花瓣 先带一下 然后你看 一笔啊 两笔 你看简单在这个地方 再带一笔下来 然后呢 我们画花瓣四 花瓣五在这啊 这个是画瓣五大吧 一啊 你看 哎 笔拉长啊 你看点 好 笔尖也是一样 用胭脂一带 你看 这个小花头就有了 他们俩是一样的 家人们呢 你不需要说啊 像老师这样勾线 你只要知道 哎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画就好了 知道吗 好 接下来画第二个啊 第二个步骤 你看好了 怎么样 就是这两个步骤 一定要回去多练习 啊 花头一定要多练习 因为你这样画出来 花头就比较的 灵动 干净啊 好 首先画第一个滑瓣啊 就是这里 你看 毛笔侧过去 你看啊 一下 哎 一帮 第二个滑瓣 在这里 你看 一啊 回过来一个 半啊 回过来一个 半 啊 画好一个小滑瓣 你看 第二个这个卷瓣 你看 哎 毛笔这么一腾 毛笔一腾 啊 在这一腾 玫瑰红啊 牡丹红 你看这时候咱们画这个第三个滑啊 第三个滑在这 你看 往上啊 你看 一 二 侧半过来 三 啊 加三 再胭脂 你看 第四个滑瓣 你看 一 啊 你看 一个半 两个半 两个半 一个半 两个半 你看 哎 往这上面 一侧啊 一侧 一个侧吧 比肩 比肩 沾点 胭脂啊 你看 外围的滑瓣 就是 左 啊 你看 右啊 左 右啊 把它给围起来 真的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 啊 简单的一个 外围的滑瓣 那么里边的花 咱们怎么怎么切呢 啊 你看 比蘸 玫瑰红 蘸一点 树红 蘸一点 胭脂啊 你看 咱们顺着这个边啊 你看啊 一个半 两个半 三个半 四个半 就顺着边 你瞄一瞄 你看 咱们再多切一层 你看 哎 啊 你看 再多切一层 把它给切出来就好了啊 对不对 啊 把它简单 你看 切一切 这些轮廓处稍微的停顿 修饰一下啊 你看到没有 你看 是相对的啊 接下来你看 咱们把这一个 完整的啊 小花头 可以表现一下 如何画一个 完整的小花头呢 那么 那么请跟老师一起来 首先 加入我们的玫瑰红 加入我们的薯红 加入咱们的胭脂啊 胭脂 请看 第一个吧 你看啊 哎 往上一摁 一卷 往上一摁 一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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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画出一个小花瓣 毛笔 侧过来 一下 对吧 第二个花瓣 往上一翻 你看 哎 毛笔像我这么 一拉 一推 一拉 一推 再推出一个小花瓣 往这走啊 其实你们能够对看出来 一二三四啊 你看 一二三四啊 这个顺序来画 再画这边啊 你看啊 哎 躺下 一 二三啊 你看 这个地方 然后再画这个小侧板 你看啊 大 你看 一翻 看到了吧 一翻 加点玫瑰红 加点薯红 加点胭脂啊 你看 把花先出 你看 一个地方 你看 一个半 翻 收笔 两个半 收笔 就好了 加点我们的玫瑰红 啊 加点胭脂 你看 一 二 三 好 开始画轮廓啊 你看 一啊 你看 二 先切出来 你看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你看 咱把这个好看的轮廓呀 先给它切出来 好吧 这个时候 咱们开始画里边的啊 玫瑰红 搞点薯红 搞点胭脂啊 搞点胭脂 你看 老师 在这个地方 你看 首先这个地方 咱们先给它围一下 好 来一把 毛笔像我这样 一侧过来 一个花瓣出来了 玫瑰红 加点胭脂 好 你看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你看 侧一下 然后 哎 花瓣卷过来 修饰一下 这时候怎么办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再测一半 又一个花瓣出来了 所以说咱们要去练呀 你课后得进行这个练习 你看 这时候花这边 你看两两相对 你看 先包一下 你看 哎 一个半 收笔啊 所以要求大家呀 下笔一定要稍微的快快的啊 你看 这个地方 你看 也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 首先一个侧边 然后你看啊 笔 一拉 一收 一拉 一收 一顶 你看 又一个花瓣出来了 加点玫瑰红 加点胭脂 你看 一个小 侧板 哇 是不是一小侧板 加点薯红 加点胭脂 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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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小半 你看 是啊 点一点 点一点 往上一拉 拉一个半 它还是一样 你看 点一下之后什么 先包裹一下 然后你看 一 往回顶 二 往回顶 你看 这个地方 我压一压 好 一个侧板 一个侧板 然后我加点胭脂啊 你看老师 在下面这个地方 你看啊 你看毛病像我这样 先卷 推开一下 推开一下 然后你看 还是一样 你看 比肩隔着 顶住 你看啊 一 二 你看 盖一盖 加多一个花瓣 好 往中间啊 你看点 点一下 点一点 看到了吗 你看 这两个花头 是一样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今天我们的花头课 就讲到这里 好